好有民众投诉一家位在中山北路二段的医美诊所在脸书招募三名素人参加果冻细胶龙乳的活动 而且只要付材料费之后就可以提供术前和术后的照片就可以让你免费龙乳 不过北市卫生局认为很可能是涉及了违反招揽医疗业务最高可以开罚25万元 这家医美诊所在脸书上征求素人病患 他声称如果民众提供了龙乳术前跟术后的相片就可以免手术费让罩杯升级 果然吸引了不少的女性上传相片 但台北市卫生局认为有违反医疗法第61条不识广告之邪不排除开罚25万 是这种广告的方式用优惠的方式来吸引民众来招来这种医疗业务是医疗法上面所禁止的方式 如果经过调查主持的话按照医疗法是可以处5万以上到20万以上的方款 这家诊所上午大门申索没有人在 那么诊所表示不愿意回应有关果冻细胶龙乳的问题 涉嫌广告不实的这家诊所声称该活动已经停止 不过台北市卫生局还是要查 离开放